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特别是TikTok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的蜂蜜程度 启发了Facebook、Instagram、YouTube三家先后打造了自身IP的短视频频道 Lasso、Reels和Shorts 另外TikTok在中国大陆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微信 也已经进入了短视频领域腾讯支持的快手 还有美国全新的短视频手机流媒体平台Quibi已经问世 从各方面数据看 TikTok自2018年发布以来的增长一直是爆炸性的 但是至少目前还没能取代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等竞争对手 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商卖家意识到站外流量和付费流量的重要性之后 像TikTok这样的新兴平台的潜力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 其所聚合的流量和受众着实让人眼馋 如果你问我现在值不值得布局TikTok 对人观点一线在海外 TikTok的两大市场是东南亚和印度 其次才是美国和其他地区 因此如果你的目标市场是美区 可能覆盖面还是有限 二字节跳动的算法是很厉害 但对于电商而言 它的算法相较于Facebook可能还不够成熟 因此可能会影响到广告受众的定位效果 所以今天想和各位看官分享的是 TikTok目前取得的一些成绩 出海的第三个年头 TikTok怎么样了 TikTok总体数据 一、TikTok是第六大社交平台 截至2020年1月 TikTok以2019年月均8亿的活跃用户排在Instagram、微信、Facebook Messenger、Facebook和WhatsApp之后 同时它已经超过了LinkedIn、Reddit、Snapchat、Twitter和Pinterest 二、截至目前 TikTok是2020年下载量排名第一的APP 来自移动数据 分析公司Appendly的数据显示 TikTok今年位居下载量榜首 2019年是TikTok标志性的一年 达成了约7、38一次下载WhatsApp以8、94亿名列榜首 数据分析平台SensorTower称 迄今为止TikTok的下载量已接近20亿 安装量19亿 三、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估值约为780亿美元 是全球最有价值的初创公司 2018年9月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取代Uber 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最有价值的初创企业的地位 TikTok用户数据 四、TikTok支持150多个国家地区使用 在TikTok上投广告 你可以使用超过75种语言来吸引全球受众 五、TikTok在中国每天有4亿活跃用户 中国用户为抖音贡献了90%以上的智活跃用户 在中国境外TikTok每天有4100万活跃用户 APPM的研究发现 中国用户占TikTok总使用时长的80% 印度用户占10% 六、微信的月活是抖音的二倍以上 微信在中国可以说是断崖式神级一般的存在 与抖音在中国的5亿月活跃用户相比 微信的月活已经超过了10亿 七、印度所有智能手机用户中有三分之一已经下载了TikTok 印度号称在TikTok上有超过一、二亿的月活跃用户 是除中国以外最大的用户市场 八、巴西是TikTok的第三大和增长最快的市场 占总下载量的八、六百分号 中国和印度可能是TikTok的最大市场 但就下载量而言 巴西是增长最快的市场 Sensor Tower的近期数据显示 2月份TikTok在巴西的下载量达到970万次 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992% 9、美国每月有3000万TikTok活跃用户 美国占TikTok全球受众的5% 但其实TikTok在美国取得的成绩 远比5%这个数字要轰动得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您uu 再见 欧洲 欧洲 来看看 感谢观看